今天是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五评节目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A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护生各大指数中截止上午收盘只有创业版是红盘报收 其他的则基本上都是绿盘报收 从盘面来看上证指数上证50等各大指数 基本上都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十字星的形态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需要去关注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资金链 昨天在说明节目中我们提到 A股现在如果要继续向上突破压力区域的话 那么成交量特别是券商板块的成交量会是一个关键 不过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券商板块成交量是248亿 比昨天是小幅缩减了23亿左右 另外这轮反弹的风向标 北上资金上午也是出现了一个净流出的情况 今天上午北上资金是合计净流出27.55亿 需要注意的是 今天上午A股一开盘 北上资金就是呈现出了一个净流出的情况 整个上午北上资金几乎都是一个净流出的状态 那么今天下午对于北上资金 我们需要做一个继续的跟踪关注 第二个就是卓顺辉能否占上500元的整数关口 上个星期节目中我们提到 卓顺辉的一根放量中央线 或许预示着卓顺辉和整个芯片股的调整 有即将结束的迹象 另外昨天晚上我们也提到 可以将卓顺辉作为目前科技股的风向标 来进行一个研判 从卓顺辉的日K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卓顺辉可以有效占上500元关口的话 那么这将意味着 卓顺辉将正式突破之前的箱体调整区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将会直接带动一批之前调整的核心科技股 再次出现一波拉伸的行情 从今天上午情况来看 卓顺辉最高是达到了507元 上午出盘是小幅回落到了492.7元 所以今天下午卓顺辉的走势 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第二个方向 第三个就是关注绣墙股份能否连续连板 我们知道前面这波反弹的三大主线 分别是在线教育云经济 特斯拉理电子题材以及防疫类题材 那么作为目前题材股中连板高度的秀长股份 今天是拉出了第11个涨停板 不过今天上午我们也看到 秀长股份的涨停多少显得有一些磕磕碰碰 我们说一旦秀长股份的连板结束 那么这会是意味着 前期这波题材股的炒作将正式告一段落 我们说如果秀长股份的连板结束 而卓顺辉又有效地占上了500元关口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资金的炒作格局 就有可能会从之前的三大板块 像以芯片股为代表的前期调整充分的核心科技股 做一个切换 所以这个时候稳妥的话 对于前期累计涨幅过大的题材股 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减仓 转而去关注前期调整充分 并且有一定业绩保证的核心科技股 那么这是今天的五评节目 我们今天收评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